如果博愛做是空的,你敢做嗎? 博愛做到底該不該保留 一直都是大家爭吵不休的議題 而再過不久,即將推行的讓做服務系統 真的能解決長久以來的讓做爭議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博愛做吧! 本期節目由 486 堂購,獨家贊助!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台北市打算在今年12月試辦讓座服務系統 在特定的公車路線上安裝讓座鈴 有座位需求的人,只要主動按下讓座鈴 就會啟動廣播呼籲車上的其他乘客讓出座位 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設計 也是為了要解決長久以來的讓座爭議 讓座文化一直是我們社會當中被推上的美德 而台灣人也不另於讓座的行為 也常常被外國的旅客稱讚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只不過當讓座文化遇上了博愛做的時候 就好像越走越偏,常常會引起一些口角或肢體的衝突 那到底,原本用來保障弱勢、利益良善的博愛做 為什麼會漸漸變成了衝突的導火線? 非條博愛做的話,又會對大家比較好嗎?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一組迷因 裡面用各種文學的筆法 描述老年人要年輕人讓位的衝突 而這組迷因的背後 其實也是這幾年博愛做爭議新聞的所影 年紀比較大的乘客要求好手好腳的年輕人讓位 甚至用辱罵的方式譴責年輕人霸佔博愛做 但這些被要求讓位的人當中 有的是腳受傷、無法久散的年輕人 頭孕需要休息的上班族 懷孕初期的媽媽 或者是生理期不舒服的女同學等等 他們因為這些看不見的隱性需求 才會選擇坐在博愛做上 不過有時候,外人不知道這些狀況 常常會導致他們莫名的就被別人指責 痛罵說沒有公德性、不懂得體諒他人 而當這類的事件被PO上網路之後 總會引起網友們的一陣撻伐 有的時候,大家是跟著罵年輕人 但如果當事人現身說法之後 風向可能又會倒過來罵老年人囂張把護 然後逐漸的就演變成了世代對立 而到最後,許多人因為不想要引起紛爭 大家大眾運輸的時候,就索性不做博愛做 即使是這個上下班的尖峰時可以看到 車廂內也會出現一大堆的人站著 然後博愛做卻空著的特殊景象 而以上這些狀況,讓不少人開始質疑 欸,我們真的需要博愛做嗎?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人呼籲要廢除博愛做 而廢除的理由,我們可以簡單整理成以下的三點 第一,博愛做已經被加上了太多的道德枷鎖 讓錯的美德變成了一種義務 而如果你的外觀不符合老弱婦孺的形象 甚至會被批評沒有資格坐在博愛做上面 可以說,博愛做已經失去了當初設立的意義了 而第二,博愛做也會產生很多副作用 很多坐在普通座位的人 會把讓座的責任丟給博愛做 覺得博愛做應該要優先履行讓座的義務 而如此一來,反而降低了自己讓座的意願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無法藉由博愛做來提升全民的素質 而第三,現在很多人為了避免爭議 寧可站著也不願意做博愛做 不只浪費空間,讓車廂更加的擁勤 也增加了行車時跌倒的風險 對於全體乘客來說,並沒有好處 綜合剛剛的這三點 其實很多人會希望能夠取消博愛做 他們認為,讓座不應該要變成特定座位的義務 反而要鼓勵所有人都發揮禮讓的精神 只要有心,每個座位都應該要是博愛做 不過,對於剛剛的說法,其實也有些人持反對的意見 他們認為,從這幾起事件來看 錯的並不是博愛做 而是錯誤解讀博愛做功能的人 因為沒有必要,其實為了這樣的個案,因也廢時 而博愛做的存在,除了能夠保障弱勢團體比較有位置做 也可以繼續教育大眾讓座文化的重要性 短時間內,不應該要被廢除 而至於博愛做常常控制的問題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浪費空間 但反過來看,把位置空出來 就能讓這些有讓位需求的人 一上車就有位置做,不用再被動的等待別人讓座 舉例來說,因為博愛做都會設置在車門的旁邊 如果有保留空位,就能讓看不見或走不遠的朋友 用最短的時間找到位置 避免他們在車輛移動的時候不小心受傷 而如果想要拿掉博愛做 就必須要確保讓座文化 已經是每個人心中的普世價值 日本曾經由鐵路公司廢除了 保留給老弱婦孺的優先席 但多年之後,卻遭到乘客抱怨 都沒有人願意讓座 讓公司決定走回老路,重新設立優先席 所以說,台灣如果也廢除了博愛做 對於真正有需要的人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目前,法律明文規定 每一種交通工具 至少要有15%的座位是博愛做 也就是說,除非修法 否則短時間還是會維持現狀 不會有廢掉博愛做的學校 而為了降低讓座引發的種種困擾 政府其實也做了許多嘗試 像是發放博愛識別貼紙 懷孕貼紙、懷孕吊式等等 希望能打破以往的讓座潛規則 把讓座的主動權交給有需求的人 此外,台北捷運局也著手修改博愛做的標語 從原本強硬的非老人、孕婦、行動不便及抱小孩者 請勿占用博愛做 改成了比較柔軟的 請優先禮讓座位給有需要的旅客 同時,也與圖文作家合作 希望讓民眾了解隱性需求的存在 至於台鐵,則是決定校綁國外 把博愛做改名為優先席 強調每一位旅客都可以做 只是優先順序的差別而已 近期最受到矚目的 則是近年桃園率先啟用的讓座服務系統 只要民眾持有敬勞、愛心卡或事先申請 上車逼卡的時候,就會閃燈加廣播 呼籲有能力的人讓出座位 只不過,這幾年不愛做的爭議 似乎沒有減少太多 代表以上的方法 可能還有許多可以加強的地方 像是在2015年的報導中,就有發現 台北捷運每天平均只有23個人 會索取讓座貼紙 相較於單日高達200萬人次的運量 比喻力是相當懸殊的 而至於好運標章,則有孕婦表示 有些民眾根本就不認識這個標章 很少會被讓座 而政府的宣導可能就不夠有效果 而今年主推的讓座系統 更是收到了兩極化的評價 有些人認為,這樣的政策很好 需要坐下的乘客 能夠透過讓座林主動表達自己的需求 免除掉不必要的一些爭執 但卻也有人認為 一按下讓座林廣播 就會引起整個車廂的注意 對於有需求 但不願意打擾所有乘客的人來說 反而降低了按鈴的意願 而且這麼大張旗鼓的讓座提醒 對於其他乘客也可能是一種道德的綁架 如果在廣播之後 年輕人沒有積極的讓位 會不會又被正義模仁指責沒有公德心 重新上演過去的讓座衝突呢? 12月在台北啟用的讓座林系統 到底會解決讓座的爭議 還是製造另一個道德難題 就有待我們繼續的觀望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最近幾年,博愛座相關的爭議好像特別多 的確,從統計上來看 博愛座這幾年冒出了大量的負面新聞 而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以下的兩個原因 第一,只要你有需要 就可以做博愛座的概念 其實最近這幾年才被大力宣傳的說法 對許多人來說,如果沒有更新資訊 就會認為博愛座仍然是老弱婦孺的專屬座位 而當這兩種價值觀在車廂裡發生碰撞的時候 就很容易發生摩擦和爭執 第二,我們認為可能不是衝突變多了 而是曝光了機會變多了 跟10年前相比,現在很多人只要一吵架 就會馬上用手機錄影 PO到網路上跟鄉民們攻審 再加上,媒體們也發現 這種新聞只要加上一個聳動的標題 就能成功引起公分,帶來很好的點閱量 所以才會不斷報導類似的主題 讓觀眾們覺得博愛座好像問題不斷 至於博愛座存廢的議題上,我們也發現 目前不論是正方還是反方 都不太有辦法提供科學的研究結果 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比較好的 而雙方都是用感覺來做價值的選擇 或許未來我們可以從部分車廂開始實驗 一部分廢除博愛座,一部分保留博愛座 以更嚴謹的方法,去觀察一下兩種方法的好壞 而未來在討論博愛座議題的時候 也會更有科學的根據 最後,我們的團隊成員也很希望博愛座的爭議可以落幕 有時候真的很累了,但因為害怕被公審 所以你不敢坐上博愛座 就算是坐上去了,也會提心吊膽做完文 那真心希望,有一天社會可以有更多的信任感 尤其相信每個坐在博愛座上面的人 都一定有他正當的迷友 或許那個時候,博愛座就不再只是一個 令人畏懼的存在囉! 好的,那今天這集就聊到這邊 今天想問問大家是 如果你在人潮眾多的捷運上 看到博愛座的空位,你會去坐嗎? A會,對我來說 博愛座跟一般的座位是沒有兩樣的 B會,但我會緊張的看看有沒有人需要讓座 C不會,不想要被正義魔人指指點掉 D不會,想要留空位給其他有立即需要的人 以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一起討論,該不該保留博愛座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我們兩年前做的博愛座影片 以及鄉民的《私行正義,真的是正義嗎?》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